What's up guys 今天呢我們就來聊聊 怎麼樣藉由單燈來控制主體跟背景的反差 非常簡單喔 Let's find out 首先呢我們在拍攝很多人像照啊 或者是形象照的時候 通常來講我們會有很多燈的布置呢 來控制每個區塊的局部的反差 會不會你只有一隻燈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進行人像的布關控制 跟背景的布關控制呢 我們就藉由閃燈提供的照射角來控制喔 一般呢我們在拍攝人像的時候 我們單燈的位置呢 通常會放在45度的最佳理想的布關位置 現在呢將閃燈放在我們前方 45度的角 Right 現在得到第一張照片 現在呢我使用我們的相機呢 是POS R 跟 85mm f2.2的鏡頭 我閃燈呢設定全出率出版網路區呢 是設定X16 這時候我們得到一個非常柔軟的 Direct 45度的角照片 它在照片中呢 秀給我們看的是非常柔和的高光 以及密益 而且是高光多點 密益調節非常合理的立體感 我們藉由這樣的明暗對比來 來感受到人物的立體感 以及人物的特徵 一時候我們會發現 背景 那這背景它呈現出灰色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光線從次數度來 不僅是照顧著主體 同時呢 光線呢也照顧著背景 如果你想要讓背景 再亮一點的話 很簡單 我們只要將人物呢 往背景移動就可以囉 你試一下 如果要背景明暗點 太難做喔 好的 現在呢 人物呢 跟燈光呢 一起往背景移動 如果我們將 閃燈跟主體呢 都靠近背景的話 背景呢 就會接收到比較多的 閃燈的照明 因此背景呢 也會變得比較亮一點喔 我們現在來展示一下 OK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照片呢 今天出了 比較明亮的 灰階的 背景 如果可以 自由的控制 背景 跟主體 之間距離的話 只要背景越遠 背景呢 就會越暗 我們背景跟主體的距離 不能改變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方式 可以讓我們背景更暗一點 那就是改變燈光照射的夾角 我們現在的燈光呢 是45度 現在呢我們要將閃燈呢 利用 閃燈的邊緣 這塊區塊 來照明人物 現在呢我已經將 閃燈 它的照射角呢 稍微偏離 黑色物 OK 我們之後就發現 背景 原本從 灰色調 現在變成深黑色調 為什麼呢 因為閃燈呢 它的照射角 已經偏離了主體 人物的光線呢 是來自於 閃燈邊緣 這塊 比較微弱的地方 同時呢 閃燈的方形螺光照 提供了非常好的 光線遮蔽效果 只要光線呢 達到了 螺光照的邊緣呢 就會被螺光照的 方形的 黑色的邊緣 所結斷 因此 閃燈的光線 照射到主體 而不會 異散到背景都好 因此我們會知道 要改變背景的 明天很差 首先 先改變人物 到背景的距離 如果 人物跟背距離 是分改變的話 就有改變 閃燈照射的夾角 給各位最極端的效果 就是 兩者也有改變 人物 遠離背景 同時呢 閃燈的照射角 遠離背景 這時候 我們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 馬上展示給各位看喔 好 我現在將閃燈跟人物呢 都遠離背景喔 是的 我們現在人物呢 跟閃燈的人都已經 遠離背景 雖然說遠離背景了 但是 45度角照明了 光線呢 依然不會照明到背景 背景還是 稍微有點深灰色調 這時候我們再進一步 將我們閃燈 改變它 夾角的部分 來照明 好跟剛剛一樣 我們現在閃燈的照明的 角度呢 偏離了主題 用邊緣這部分 漁化的部分 來照明 將光線呢 太舒服 不會照明背景 來看一下效果喔 再次驗證呢 如果使用這樣的漁化照明呢 背景的光線 將會最大程度的被抑制 然後讓背景從前的更大聲 我們再看一次 如果將閃燈的 這個照明角度 把它往回擺 Alright 所以我們現在 預備一下 如果 閃燈的角度 一樣 正對著我們的 人物的話 背景也會遲到光了 燈頭 擺動 離開 利用漁化部分的照明 其實人的亮度呢 不會太大改變 但是背景的光線呢 就會被我們邊緣 所隔絕喔 不過用這兩點 背景跟人物 與閃燈 餘化照明的實用 就可以 控制背景的盤差 你想要背景深一點 沒問題 遠離背景 光線夾角 偏離主題一點 你想要背景明亮一點 也沒問題 靠近背景 閃燈 對準主題 讓背景吃到光 就是這麼簡單喔 希望各位可以 Enjoy過光的樂趣 Bye 小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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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